好,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來講 接下來9月11號,星期日,沙田賽買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出賠率後必買之選 看看出賠率後有哪隻馬直博的,就來買 終於這次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第七場 這場第七場是我們的三班草地A難,1200米的賽事 這場馬上有13隻馬匹來跑 我們先來看看這場馬匹的倍率 這場馬上基本上熱就熱到幾匹馬道 大家可以看到,這場馬就熱到5號的東方飛影道 4號的年年有營,和2號的電源之區 這三匹馬都是今場馬10倍以下的熱門 都熱得幾誇張 今場馬這些熱門熱得這麼誇張 到底值不值得來買呢? 其實基本上我認為這一堆熱門 今次熱起上來都是有原因的 因為你看回他的賽職 其實這幾堆馬,全部都是一些好好賽職的馬 好像剛剛那隻大熱門 東方飛影 這一匹馬,其實他最近那六次的成績 是說未脫過頭三名的 跑了一圈,兩個第二,三個第三 成績非常之好 還要這次配潘頓上去離隊騎 所以這隻馬成為接下來的大熱門 其實我都絕對不意外的 因為其實這些馬真的很明顯有賽職 讓你看得到的 另外,同場的次熱門 連連有營,甚至是電源磁區 其實這兩匹馬也是一些有賽職的馬 好像連連有營 連連有營最近六場已經是兩輪 兩個第二,一個第三 又是經常性能夠有格的 還要再加上,其實你看回這隻連連有營 連連有營這一匹馬上場之所以跑的第三 都是因為他上場排著個劣檔 排著個十檔來跑 排著個十檔這些劣檔都能夠跑近跑的第三 接下來這一場馬這隻馬 就是換回一個檔位 換回一個好一點的檔位 排著個四檔 所以我相信這隻馬 其實比上場更有機會 因為你留意這隻連連有營 經常性排著好檔都有好表現 之前他贏的時候 那兩次都是排著好檔來跑的 所以這次排四檔 我相信他不再需要擔心外檔的問題 不再需要擔心搶不到的問題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這場馬也是熱得合理的 另外這隻電源之區也是 其實電源之區這一匹馬的賽積都相當強 兩輪 一個第二 兩個第三 還要這一匹馬 其實之前連續好幾次都是衝得好的 這一匹這樣的電源之區 最近那兩場都跑得非常好 如果你有看到他7月1號的這一場馬 這個第一點跑回來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覺得這隻馬 其實都不簡單的 電源之區就是這裏的這隻 深藍色三黑色帽 你看看他今場怎樣跑 這隻電源之區其實一路 沿途都是流後來跑的 去到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他都是西出去的 西到老遠這樣來衝的 之後呢 進到直路了 這隻馬都左穿右插 最後 以一個後上姿態 插上來跑回第一 基本上他衝很多的 追很多的 這樣都能夠贏得到 這樣啊 大哥你真的看一下 他還在這裏 轉彎的時候 他還在這裏 這樣殺上來 衝回第一 所以你都不要說這隻馬不厲害了 這隻馬很明顯就是說 跑這些沙田草的1200米的賽事 都是說有相當實力的 甚至是說去到最近那一場都是 7月16號的這場馬 他跑過第二 這場馬他這個第二又怎麼跑回來呢 你看看他怎麼跑 這隻電源之區真的不野小 他後上能力真的非常強 這場馬 頭段他就是說 放在大約第七八位左右的位置 你看看這場馬他之後怎麼跑 其實之後這隻馬都沿途走過外疊 三疊來跑的 去到轉彎入直路 他都是以一個勁勢殺上來的 最後就是衝回跑第二 那還要再加上 其實這場馬的這個第二 不是說那麼厚上馬來跑的 因為你留意一下 頭八百米做著47秒94 這些時間慢的了 慢整秒都有的 慢一秒74 慢很多的 慢這麼多的情況下 肯定是不理追的 不理這隻電源之區來跑的 還要再加上他今場馬 沿途走三疊 蝕住的 但是都能夠衝到第二 所以這隻電源之區 很明顯都是一隻 不是那麼差的馬來的 他在三班跑沙田千二 應該都是唯有威脅的 基本上 剛剛數過三隻熱門 其實我覺得 他們都是說有差不多的了度 所以他們今次成為大熱門 我覺得都算是合理的 所以說真的 其實只論表面條件的話 我覺得這幾隻馬 接下來這一場 肯定是說有個機會在這裏 隨時就是說 串Q 串三重彩回來 我覺得都不出奇的 絕對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 再仔細一點 看回這場馬的賠率 看回這場馬 其他馬匹之後 我覺得這場馬 實際上有些暗牌馬在這裏 有些馬 無論是賠率 甚至 是說他的能力 都應該是有的 其實我覺得他還未展露出來的 有機會是說爆那些馬出來的 那我講的是哪一隻馬呢 講的是 今場馬的十二號馬匹 行運旅程 我覺得這隻行運旅程 今場其實是說值得博一下的 首先 他的賠率今次都是說不錯的 大家看得到 他今次就位置有4.0倍 讀贏也有20倍 那這些賠率 其實我覺得都算是說值博的 20倍 都比起今場馬其他的業門 好分得多的 那還要再加上 我認為這一匹馬 絕對不是說沒有實力的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先來看這隻 幸運旅程的賽職 那這隻幸運旅程 最近的賽職 其實你只看 是會覺得他挺差的 是吧 跑了那些什麼第九 第五回來的 那完全都是說 入不了架的了 那但是 為什麼今次我們都會買他呢 原因就是因為 是吧 留意得到 其實這隻幸運旅程 最近跑的那幾場馬呢 都是出現了少少問題的 就是看得到 當時這隻幸運旅程 原來是說 蝕到嘔來跑的 你看真點 原來他最近四次輸 都是說因為排著劣當 蝕到嘔的情況來跑的 好像4月6號的這場馬 你看看他怎麼輸 這隻幸運旅程 當時怎麼輸呢 為什麼會輸呢 一齊很快的來看看 這隻幸運旅程 就是這裏的這隻 紫衫好不好的 金牆說他排列當 排外當的 所以一開始 都是說 劉校還要是說 被人頂的 你看看他被人頂了去哪 被人頂了去那 被人頂了去那四疊的位置 現在走四疊的了 三四疊這樣走 沿途一直都是這樣蝕的了 沿途一直這樣蝕 去到轉彎 更加是西翠的了 西到老遠的 你看看現在 你都見不到這隻馬 這隻馬 是西到老遠的 去到這麼遠 這個位置 你數幾多疊 十幾疊 這隻馬 這樣來衝 所以才是說 收了薑 抖起屁 收薑回來的 所以這場馬 就是這樣跑出來的 另外去到5月11日 這場馬又是 這場馬 你又看看他怎麼跑 這場馬排著八檔 這場馬又怎麼跑呢 紫衫紅帽 又是幸運旅程 這場馬 這場馬又是樓後來跑的 你看得到 都流到很厚的 都是那些跑法 總之 樓後 現在大約在三疊左右的位置 沿途也是這樣 走三疊 一直都是這樣跑 去到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才是說 在裡面 二三疊 慢慢移 移出去 移到大外疊 來衝 基本上 這場馬就是 非常之難衝 因為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場跑的 黏地的情況 變化地的情況 是極之利於 一些擺頭走的馬 這場贏馬的馬 都是一些擺頭走的馬 所以 其實這場馬 是相當之難去到衝 因為你留意 那個步速時間 頭800米 做46秒89 這些時間 就慢 慢步速 基本上 都不利後上 但是這隻馬 最後都能夠 以後上的姿態 衝很多 衝上來跑 第五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隻馬 基本上它斬不完 這隻馬 純粹就是 因為它之前 那個制御 當位差 才是說跑得那麼差 跑第五 第九 基本上你再看 都是這樣的 去到6月1日 這些情況 它又怎麼跑 跑第五 又是排十二檔 劣檔 這樣來跑 之後又虧了 你都估計得到 因為排列檔 因為排列檔 它的制御 都不方好得去哪 今場又是被人頂的 你看 又頂了三碟 三碟 來跑 然後轉彎 又是西出去 基本上每次都是這樣 西到最出的那隻 就是它 最後又是衝一段 衝上來 又跑第五 所以 每次都是這樣 基本上這隻馬連續好幾次都是外檔 類似 不差再看 最近那一次 6月28 那一次 這隻馬 又是排列檔 來跑的 之後去到轉彎 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估計得到 拼到最出的這隻才是它 紫衫 紅帽的這隻 就是它 拼到最出 最外疊 最後騎士都收了薑 其實都沒什麼騎過 你看看直頸 騎士打了一邊之後 直接推回來 直接推回來 這樣跑到第九 所以這隻馬 其實最近那四場 有沒有發揮過它真正的實力出來 事實上我覺得 基本上 就是看不盡這隻馬 這隻馬 最近那四場 自從升上三班之後 那四場的表現 是看不盡的 真的 這隻馬 之前不是排列檔 就是場地類似 所以我覺得這四場 真的可以當它沒有跑過 而接下來的這場馬 我覺得這匹馬 可以再試一試 因為這次都不是跑那些 很難追的黏地 這次是好地的 甚至是說 這次呢 它也不再是排著很差的檔位 這次排著八檔 八檔都叫做中規中矩的 而且再加上 就是說這隻馬 因為它之前跑得衰的關係 跑了四次跑得很衰 其實它減分已經減了很多 這匹馬 減分 減到現在六十一分 其實已經是說 迫近它之前 在四班跑第一的時候 那個評分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目前來講 那個評分 是說 著數的 今次是說 可以揹個輕磅 來跑的 揹著那個 118磅 再減多兩磅 116磅 所以我覺得 評分副榜 它都是著數的 還有這隻馬 是羅富泉的馬 羅富泉 貴為上屆的冠軍念馬師 它的馬 今次也有20倍給你買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是說 很值得你去搏 那 重要 你不要以為這隻馬 是羅富泉上季 搏盡了那些馬 這麼巧這隻馬 不是羅富泉上季搏盡了那些馬 這隻馬 對上一次出賽是 6月28號 不是7月底的那些 搏盡到盡的馬 它反而是一隻 偷舊 而且是說 羅富泉未拿出來 和你搏的馬 所以我覺得 今次這隻 這樣的幸運旅程 有機會 羅富泉 是說想在開羅日 拿出來搏 搏 而且它也是 今場馬 唯一一隻 打完王牌的馬 所以我覺得 這些馬 可以來試一試 搏難試一試 這次有20倍 20倍 獨贏 4點幾倍 我覺得 頗值得來搏 這些賠率 完全是可以 披當Window 它位置的賠率 比今場馬 更好 那些熱門 所以今場馬 我們都想試一試 這隻12號的 幸運旅程 來買 看看這隻馬 會不會 新一季 即時 在三班 開到齋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匹馬 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今次我們會買到的彩詞 就是獨贏 及位置的這個彩詞 用回 WIN 3P的方式 來買這匹馬 就可以了 今次就是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這匹馬 在未來的這個賽馬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 我祝大家贏到跌 今條片到這裡 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